着眼未来掌握新机会 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客新闻 我是婉伦 日前苹果通知供应商取消第四代的iPhone SE发布 有法人表示高通可能会是最大赢家 不过根据最近消息 苹果将考虑弃用高通及博通的零组件 知名苹果分析师郭敏奇表示 考量到中低阶的iPhone销售 苹果可能延后或者是取消iPhone SE4的新品发布 但根据苹果爆料大神马克古鲁曼的报道 苹果打算使用自家的零组件来替换 预计将对高通与博通造成冲击 苹果原先计划在2024年推出自家晶片 让较低阶的iPhone SE4率先使用 并依据开发状态来决定iPhone16是否采纳 但有法人认为高通机密两年 渴望主导全球高阶手机射频晶片市场 获利明显有与竞争对手 不过我们可以确认的是 苹果人将需要依赖高通数年 以上是今天的客新闻 我是婉轮 客新闻我们下回再会 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就是你 我不是在哪里 〖没什么 啊 你怎么回事